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根據HK01的消息報導 人大將會在今晚公佈一條港版國安法 而這條法例將會納入基本法的附件三當中 直接在香港實施 根據HK01引述的消息所說 因應香港或者會成為國家的安全隱患 今年人大會議的議程 包括了一項全新的港版國安法 要來堵塞香港的國安漏洞 變相為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進行部分立法 消息強調這並非基本法23條立法 當然基本法23條說明要進行本地立法 為了表面上操作得好看一點沒那麼難看 肯定會說這條港版國安法不是23條 否則等同於大無私仰直接違反了基本法 所以他就說不同 但大家都會想到 港版國安法又是就著國安的問題進行立法 基本法23條又是同一個範疇 現在變相就是繞過了香港的本地立法程序 繞過了香港的立法機關 來直接實施一些由人大頒布的法例 即是等同於就著國家安全問題 在香港進行立法 只不過整個立法程序和法案的內容 就是由人大來規定 這個其實也是應驗了 美國參議員盧比奧和余懷松 他們在Twitter上有一個預告 他們就說在中國的兩會期間 會公佈一些新的措施針對著香港 而這個新的措施將會蠶食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對於香港人來說是震撼的 現在就全部都應驗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說 要押後這個香港的年度認證報告 要留待中國的兩會結束之後才發表 現在就很清晰為什麼他當初會有這個決定 就是要將港版國安法 納入年度報告的內容 否則又要拖足一年 好了 這次到底這個法案內容是怎樣 暫時未看到 只不過大家都可以估計得到 這條港版國安法的法案內容 比起2003年的時候 特區政府就著23條進行本地立法那份 男子草案那些條文 肯定就是會加勒不少 就算不加勒 辣度也會相同 斷鼓就不會減勒 如果要減勒的話 立來把鬼嗎 不如讓你本地立法更好 他就是等不到 他就是急 他就是急一件事 就是要取回香港問題的主導權 就是不讓美國作為一張王牌 針對中國 因為美國現時手持著的四大王牌 昨天就把台灣問題發揮淋漓盡致 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親自發表了一趟的聲明 祝賀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的就職 當時大陸的環球時報還寫了一篇社評 就說不需要有過激反應 第二天就馬上來了 怎會沒有過激反應 馬上就對於香港問題開刀 就是要使香港問題不能再成為美國其中一張王牌 這就是中國的想法 當然 好了 現在搞港版國安法 到底是攬炒還是不是攬炒呢 根據我的角度去研判 我就不覺得是攬炒 根據攬炒這個詞彙的特性 其實就是說雙方攬住 然後炒一碟 這樣就為之攬炒 現在似乎只是炒香港 什麼叫攬炒 更何況 香港和大陸攬炒本身就是以卵擊石 或者是磁氣砍鋼 本身就已經是不著數 現在還要好像開花了它少少 都不覺得是有什麼問題 因為大陸 既然之間 現在是出到這一招 第一就是顯示得它很急 第二就是 所有的後果似乎都在大陸的預料之中 包括 香港 被美國暫停的香港政策法 等同於將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取消 其實大陸也是在賊佬試沙包 他也是在試美國底線 若然中國搞起這套港版國安法的時候 美國仍然好像無動於衷 只是打嘴炮 沒什麼實際行動 大陸就完全贏了 如果美國是有反應的 比如說要檢討香港政策法 可能取消獨立關稅區地位 但是這些在大陸的角度來說 可能他也在預料之中 到了這樣的境地的時候 美國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回應 暫時都未知道 因為根據現行的兩條法例 即香港政策法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框架 無非都是說 到底是 檢討完香港這個高度自治的地位之後 到底是不是要繼續實施 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或者是不是要對某一些香港官員進行制裁 或者就是 每一年的年度報告應該是怎樣寫 都是說這些 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東西 暫時就未看到有 老實說 好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香港的問題 會不會繼續成為中美國力的場所 在短時間之內就一定是會的 因為這場中美冷戰的全球新格局 都是剛剛開波了 不久 上半場頭的幾分鐘 大家還在猜拳的階段 未曾認真去射門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角力場所 無非就是 兩個因素 第一 中國非常在乎香港在國際間的地位 所以不捨得把這隻金彈摧毀 第二 美國非常在乎在香港的利益 包括那一千幾百家在香港的美資企業 以及 美國和香港之間的貿易利益 因為香港是少數地區 在美國來說是擁有貿易順差的 2018年的時候 美國對於香港的貿易順差 是有三百三十多億美元 即是超過兩千億港元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在香港的利益當然是非常重要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美國也看得出 香港對於中國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包括可以利用香港 去引進一些敏感的科技 或者作為一個集資的窗口等等 在這樣的情況下 才形成了 香港問題 變成美國的一張王牌 走去對付中國 就是因為香港有利用價值 這也解釋到了 為何新疆面對著 比香港更加嚴峻的問題 但是在國際社會上 所引起的迴響和關注程度 遠遠不及香港 就是因為國際社會 在新疆沒什麼利益瓜葛 所以說來說去都是一個理智 而香港問題之所以 才能夠成為美國的其中一道王牌 先決條件就是 中國要非常重視香港在國際間的地位 是不願意放棄的才行 現在他就搞起了這一招港版國安法 到底 這一招是禮真 或者純粹在擺在樹上做樣 嘗試美國的底線 我相信在這條港版國安法 即是私行的初期 就是大家在互相測試的階段 他又試試你 你又試試我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相信不會有什麼大動作 雖然已經列明了所有的法則 基本上就是跟一條國家安全法 就是在本地立法是無意的了 當然 長遠來說 這條法例既然是實施了的時候 就不會永遠避而不用 當大陸覺得有這樣的政治需要的時候 就會搬出來引用 所以就等同於 每一個香港人的頸上 那邊就鎖了一把刀 而且對於香港來港 也是沒有運行的 現在最幸運的地方就是 美國仍然都是看重香港的利益 若然去到有朝一日 美國都放棄了香港的時候 你這一招就真的沒有人看了 香港是 因為現在經常說什麼國際戰線 大家苦心自問都心知肚明 什麼國際戰線 講來講去就只有美國一條 是不是 其他的歐盟國家有理解你嗎 英國有理解你嗎 大家只有一個喊字 沒錯 那些在野黨是會很踴躍地去和應你的 因為那些人沒有執政 因為在外國的政治當中 在野黨永遠就是會跟這個執政黨唱反調 當你執政黨不積極地去處理香港問題的時候 就在野黨幫忙喊 但是當他執政的時候就一樣不喊 你一看到歐洲有哪一個執政黨 是會很踴躍地去回應香港的問題 就算說英國也沒有 我講回港版國安法 將來 23條進行本地立法的時候 港版國安法肯定就是會成為了立法的藍本 為什麼呢 既然這條法例都已經列入了附件三當中 而且在香港實施 你23條立法的時候 你只能夠是比港版國安法更加辣 或者是同等地那麼辣 就不能夠比他更加寬鬆 所以陳淑莊有一句說話說得沒錯 當他頒布港版國安法的時候 亦都等同於就著基本法第23條進行了一次釋法 這個就很容易理解 因為基本法23條 他講來講去都是四字的 就是國家安全的嘛 到底裏頭有些什麼的細節 有些什麼的框架 一些都是沒有講到的 好了 現在整條港版國安法塞給你的時候 他就等同於 為你這個國家安全釋了一次法 就是告訴你什麼範疇是牽涉到國家安全的 而且現在連法則也定了 根本上是幫你立法 而且是幫你釋法 你以後再進行本地立法的時候 就只能夠根據這個國安法作為藍本 你不能夠違反他 亦都不能夠抵觸他 所以香港人這次真的要自求多福 亦都要很仔細地考慮清楚 到底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 將來的去向應該要是怎樣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